这个视频我要讲讲简单的图形规律 先观察这串图形 其中有方框 三角 五角星这三种形状 它们按顺序排列 并且就这样一直重复下去 按照这个规律 方框的下一个图形应该是三角 而三角的下一个图形应该是五角星 刚才这串图形是形状在有规律的变化 你看这串图形又是有什么变化规律呢 它们的形状都一样 全是五角星 但颜色并不相同 第一个白 第二个黑 第三个白 第四个黑 一白也黑 交替出现 按这个颜色变化规律 下一个五角星就应该是黑色 好了 形状变化与颜色变化你都见识过了 下面再来看看这串图形 这里的形状颜色都在变 该咋办呢 只要把形状颜色分开看就行 首先看形状规律 把它跟第一串比较一下 就会发觉形状变化规律其实是一样的 按这个规律 接下来的图形就应该是方块三角和五角星 再看颜色规律 一白也黑 两白也黑 接着又是一白也黑 两白也黑 就这样重复下去 接下来就应该是一白也黑 两白也黑 所以颜色就应该是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简单的图形规律 当遇到多种规律综合在一起时 只要把这些规律分开看就可以 现在问题来了 这有串图形 下一个图形是啥呢